医院内发生惊悚死亡意外 警操赶到地下二楼的这处菜梯前 要紧急抢救受困的患者 发现这是公安意外 53岁的林姓公子人 跟妻子一起在送餐菜梯施工 要切除升降钢索 妻子负责在菜梯口递送工具 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工人却被钢索击中 投手重创 妻子目击这一刻 吓得报案求助 警操紧急抢时间救命 人就挽不回公子人的性命 地点就在新北戏指 警方针对医院事发处围起帆布 封锁财政调查 家属赶到场难以置信 崩溃痛哭 周边亲友只能静静相伴安慰 事发现场就在医院地下二楼的停车场 现在我们回到这里 可以看到都已经被管制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扣进 事发的医院地下二楼 拉下铁门 但毕竟是重大公安事故 涉及人命 老检处接入追查 强调雇主如果有过失 就先送办 未来如确认雇主设有过失 将含请地检署正办 但如今不起诉或还起诉处分确定 将在意职安法处三到三十万元罚还 为保障里男家属权益 老检处将要求雇主给付 直载补偿费用 警方调查死者本身是菜梯维修的老板 自己开公司跟老婆专业维修 已经有二十几年的资历 如今夫妻俩一如往常一起工作 却在医院施工时天真有格 哀痛的家属想追出真相 主管机关线露链停工 展开究责 要离清事法过程 东森新闻林宇强 林玉权 蔡余生 林尚玉 黄子凤 SNG小组在新北市报道